我想说想当个商人 特别想开个咖啡店 这个口味好好吃 热的馕真的很好吃 好啊 我觉得你花布由你写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栏目的拍摄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嘉宾是董思成 新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董思成WinWin 嗨 先分享一下最近都在忙一些什么的吧 最近是刚杀青了25小时 前段时间是参加了两个综艺 一个是追星星的人 还有一个是很熟的味道 我看到你好像昨天还吃了趟环球 结果我看到一些路透透 对对对 要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就是去年 从北京开了环球女城之后 就一直特别特别想去 然后昨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然后还挺开心的 就把所有的项目技能都玩了一遍 然后过山车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玩玩 然后哈利波瑟也很好玩 你虽然是有人在那个游乐场会表现很生猛的那种人 就没有什么使你恐惧的 比如恐高啊 或者失重这些的 我挺恐高的 那你还敢啥都玩 就是又害怕又想玩 就是胆子又特别小 但是又特别的好奇 因为我看工作人员 有给你侧面记录一些Vlog的嘛 所以那你跟大家剧透一下 环球影城这个Vlog 你的网友什么时候能看到 大家得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们了 我希望是尽快往下希望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 或者下下个月 今年肯定能看到 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 其实现在已经是初秋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初秋这个奇迹 然后我们以一个纪念册的形式 带你回顾一下 你这个过得很丰富多彩的夏天 好 可以 行 然后我们这边呢 也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本子 夏天是我第二个喜欢的季节 那你第一个是 秋天 我觉得秋天很舒服 它秋天很快 一般就是春夏秋 所以说它秋天就是一下就过去 所以秋天你有什么 自己特别爱干的事情吗 一个人走在那个 铺满落叶的地上 然后你踩着那个枫叶 会有那种咔嚓咔嚓声音 那当你一般走在这样小路上的时候 你的耳机里的BGM一般都是拿首歌 我们分享一首 粉丝海洋 你也太新了吧你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说 就是你的夏天纪念册 然后第一页代表小董 这个夏天的一个关键词 刚刚我问小董 我说今天我们要有很多写字的环节 你的字写的还好看吗 嗯 你一套不错 嗯 不过多彩我觉得 就看你的微博经常会分享 就是追星之旅的一些照片嘛 是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 也把你所有的这个微博照片 给打印出来了 拿出五个照片 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五个照片 幕后的故事 我想选择这个 OK 第一个是这个 它这个其实是火箭发射 是我们在海南文昌的那个海边 看的这个火箭发射 火箭发射的时候 照亮了整个海平面 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冉冉升起 当时是很激动 然后所有人都发出了那种 尖叫和那种激动的那种 就很振奋的那种表达 是 很骄傲 我们小时候也都会有一些英雄梦 你小时候那个英雄梦是什么 我想说想当个商榮 我想开个咖啡店 看个书 然后喝咖啡 我觉得还挺惬疑的 还有 英雄梦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小的时候其实是 当那个警察 因为我觉得警察很厉害 就很酷 而且他们都是我们这种 决明的英雄 宠恶扬 正义的代表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 那你那个咖啡店的梦想之后 还有这样的想法吗 嗯 等相等财富自由 要欢光临 我们五个人 然后是在石头上面 拍的一张合影 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那天是我是当导游 所以我对那天印象很好 大家其实很配合我 很尊重我 所以我有点很开心 而且我们当时是还直播了 实现了网友们的心愿 就还挺有意义的 所以你平时比方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你算是那种 给大家规划形成的人吗 我是完全指定计划 然后我会把 每一天都安排的 头头当当的 比如上午去这个地方 中午吃这个饭店 下午干这个 晚上干这个 然后我过去之后 我也会完全按照 我的这个计划去走 因为我有去查很多风略 明白 像昨天环球影城 我也去查了 所有人都上来 就是先往那个 哈利波特先冲 所以我们就反套路 就是先玩了一个其他的 然后最后去哈利波特 只有哈利波特那边 我们都没排队 那到时候 你那个 我到个发的时候 另外再发条微博 买个攻略也发一发 好呀 好呀 这个 来 在喀什的时候 就我记得当时 我在那个城里逛逛逛 然后走着走着 突然一个小朋友 给我一个麦穗 能感觉到人类 就是最真实的那种交流 所以在喀什 你当时最享受的是 美景美食 还是什么 我个人来说 其实是 都有 就是我没有怎么吃过馋 但是我去了之后 发现馋很好吃 因为我原本以为 就是它可能里面没什么馅 它有股 它独特的香味在里面 它热的馋真的很好吃 这个其实也是在海南 是我们体验的 长远 它会用这个去做那种体育训练 就能感觉到 他们真的很容易挺辛苦 最后一张我就选这个吧 收官 我们收官的一个大合照 现在跟我们这个追星家族 还有一些怎么样联系吗 我们有个群 你们群叫啥 叫追星星的人吗 我们群叫 孟老师调不上雨 孟老师飞行一次 就能当你们群名了 对 主要是她特别搞笑 因为她很喜欢钓鱼 她特意带了她的装备 孟老师就是说 她自己钓鱼多厉害 都可专业了 结果去了之后 她一条鱼都没钓上 都是宋一姐 她就自己在船上 她就自己玩吧 那边最好旁边她有钓干 你就随便玩 对 她就钓上来了三条鱼 对 就是很打脸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你这个夏天也走南闯北了很多国内的地方 如果要你不设限的 反正就你想安理 但你的什么动力都好 你来给我们画出来 让我们先猜一下你想安理什么 然后你再给大家做这个安理 好啊 你画画又怎么样 我画画 哎呀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 我觉得你画不由你写字 这是新疆有的一个美食 这个囊吗 不是囊 这个是那个烤包子 烤包子好好吃 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 我真的就是去了新疆 我才吃到这个烤包子 我觉得哇太好吃了 而且特别是刚出炉的包子里面那个羊肉 哦 现在你展现你功力的 哦 这个 这个 是熊猫吗 哇 真的很乖是吧 不是你好歹给熊猫画俩眼圈啊你 因为我们这次其实 有看到熊猫 我觉得熊猫好可爱 吃竹子的样子其实很治愈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呃 四川可以去看看熊猫 这个 鸡 嗯 嗯 嗯小鸡小鸡 哎这个鸡球 哎这个鸡球 画的比熊猫好意思 他们觉得我有点像小鸡 嗯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我 来看看我来看看我 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安理安理我自己 我觉得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我的作品吧 一个是如月一个是二十五小时 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了 对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被曝光的关于夏天的自己的物料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烟花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叫启明学校的地方 我们晚上的时候 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去看了烟花 就刚听你分享感觉你还蛮喜欢小朋友 那之类的 因为他们都很童真嘛 然后又很真实 所以你平时是很爱拍一些照片 就在旅程中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像相册里有多少张照片 一万三千零二 所以大多是风景照吗 还是说自拍更多一点 是一般也会自拍 就还有些存货的 大家听到了啊 我自己拍的一个月球 就是你自己拍的 对 就是在那个雪山上面拍的 因为可能你月亮很近嘛 嗯 然后就一直放大放大放大 然后就可以看到月球的那个坑坑挖挖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新奇 然后就把它放在下来 再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有意思 最有意思的 我看一下啊 啊 它就只有脚 啊 你说这个脚的画面的意思是 就是我在做爱旧啊 那其实听起来你觉得自己 算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 对 我特别喜欢旅行 简单分享一次跟家人就是旅行 跟家人的话 小的时候去了一次旅山 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人 然后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能找到附近很多好吃的店 就地图上面完全找不到店 嗯 就反正就是他能找到很多 好吃的店 所以当时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好吃的印象很深刻 很好吃的 所以印象很深刻 我们刚出了的时候16年 就SM每一年都会带我们出去旅游嘛 那一年去了那个夏威夷 因为夏威夷海鲜很多嘛 然后我当时发烧了 牌都来了 就必须得吃上这个海鲜 带定好感动 就是拼命的在那炫 带定坚持吃海鲜 对 然后第二天就发烧更严重了 结果他们第二天去吃什么龙虾烤肉 我什么都吃不了 所以还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一次 你但凡有一个印象深刻跟吃了没关系 简单填一下关键词 哦好啊 总之越写越小了 越来越没自信 越来越没自信了 第一个就依然还是 我们去新一家 我们去拜访了一个巴依卡老爷爷 然后他是我们的边防战士 他们一直在默默为我们守护祖国的边疆 最惊险的风景是我们团队一起去天津 我们去蹦极 我挺恐高的 他们当时为了整我 他们都是两两一组去蹦极 只有我一个人是一个人去蹦极 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最惊险的风景 嗯 最伤感的风景 就是我杀青了在扬州 我们是有搭了那个棚 然后杀青的时候 我就想着就一个人去 把这个家记录一下 就想把都拍下来 然后拍着拍着 就特伤感 然后最后拍到阳台的时候就哭出来了 我就觉得哇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拍了这么久 然后这个戏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后明天这个棚就要拆了 我觉得还挺感触很深 所以当时就是 就真实的哭了 刚当时 对就是哭了 最快的风景应该是演唱会吧 然后演唱会拍底下 他们挥舞着我们的那个音源棒 我觉得大家能为了我们 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 然后来支持我们 我很感动 所以我们会用更多的 好的作品去回报他们 现在这一刻也是很快乐的 跟姐你采访 也是快乐的风景 那我们现在进入了你的味道片 然后其他味道 就可能会想到另外一档中 就是很熟的味道 所以你觉得跟很熟家族的相处 跟追星家族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 一个是在户外跑 然后去找吃的 一个就是在室内 就等着别人投喂就可以了 很熟的味道就是我会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最重要的是 还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所以很开心 刚已经收集了很多好朋友 首先先问你那个 越来越熟的朋友大老师 我为思想我们俩 录撒月节目 天天拿着扑克甲祝人家 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录完这个节目之后 这就两年多过去了 都没联系过 我给你发过七日快乐歌 你连生日快乐都没发给我 让我反杀了吧 因为他其实前两天又获生日了 这次给他发生日祝福了吗 发了发了发了 晚了一天才给他发 大家都工作忙嘛 我想大老师工作忙 肯定是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微信 错峰 我要成为之后一个祝他生日快乐的人 因为是他好朋友 因为我印象生的是有一期就是刘雨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之后 你们俩有没有就一些安利好物进行一些交流 他后面有给我安利一个止憨的这个枕头 就是也很神奇 对 所以有被他安利到这个东西 是买了一个那个咖啡机 你真的是这个梦想有在一步一步贯彻的 开个咖啡店 因为你想我们每天点咖啡 就是一杯是二十多块钱 但是如果说买个咖啡机也才六百多 然后我每天就可以自己做 你一个月三十天 每天花二十那就是六百 但是我要是每天喝咖啡的话 我两个月我就能赚回来了 那所以你现在有每天给自己做那咖啡吗 就 其实原来是 哈 怎么说呢 说到地方文 就是因为其实你在这个节目里 展示一下你的东北话的这个功底 是不是 是是 现在东北话学得怎么样了 团队有很多东北人 嗯 所以他们平常交流也经常用东北话 所以我就经常被他们带偏 带跑偏 是吗 那我们是不是给你找了一些简单点了 能快速的跟我们翻译一下吗 嘎啡溜翠 啥意思 就是这个吃的东西很脆 嘎啡溜翠 这个是非常的干脆 嘎啡溜翠 下一个 嘚嘚溜 就是这个人很嘚瑟 就是很骄傲 这个这个是对的 嘎啡溜翠 嘎啡溜翠 吃了吗 嘎啡溜翠 啊啊这个人吊铃铛的 他非常的骂 马虎吸马 就大马哈嘛 五级六寿 什么怪兽嘛 这道菜是叫五级六寿吗 好 非常的无聊 每天都发单 鸟儿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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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儿瞧 啊吐吐吐吐吐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出来 买单嘛 买单 买单 服务员买单了 就买单嘛 太热了 啊是吗 你继续给你的团队好好学一学好吗 那可能我们现在对东北话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啊 算是初级 但你对温州话应该 哇 遥如之让 这边呢选了热播的电视剧跟电影的一些经典台词 一个是你是我的荣耀 然后一个就是读心乐情 教我们网友温州话的手法是什么 先是荣耀 又也是我们公司前辈杨洋老师的 行 就第一句吧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拍正经典台词 温州话版 我尼阿尼斯嘎早可以拍正经典 我尼阿尼斯嘎早可以拍正经典 好嘞 好嘞 大家也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什么事 这个就第二个吧 你一个个那样子脏脸许啊 但是脏似续你啊 哎你能不能比较深情 哈哈哈 那深情我们好好来说一个 你一个个那样子脏脸许啊 但是能是脏似续你啊 哈哈 那总于是我们刚才也回顾了一些 你的这个熟悉的这档节目的一些味道 像的东西 那我们就最后来一个展望片吧 因为我们叫25小时嘛 让你用25个字安利一下你在里面的角色 你会怎么安利 25个字 有点多呀 我觉得颜悦是很善良的人 阿哈 哈哈 耶 因为我觉得颜悦是一个很很有反差感的人 他一开始可能给就给人感觉是一个很有距离感 很有舒服的人 但是当你真正的去了解他之后 他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很热情 对待工作也很专一 对待感情也很专一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他就是天蝎座 因为我本来就是天蝎座 我觉得他很天蝎座 对我都是他有一些的反应 我觉得很像我 然后我看其实粉丝和网友也很期待你 尽早回归舞台 能有更多舞台 我觉得快乐快乐 真的快乐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其实我们作为最后 发一个夏日限定的四连拍 四连拍 岳阳作为今天的收工纪念照 可以 没问题 再次予告 他们跟他们在过程 两手 一四角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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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一手 一手